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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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我是Hawo的 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 现在线上还是不是能做 其实这个主题呢 我在去年也有分享过 那我想说今年3月了 那马来西亚也开始回復了 就是可以工作 然后学生可以上课了 那有一部分的人已经开始回到 他原本该工作的岗位 所以经济活动上 应该是已经开始慢慢要回复 所以有很大部分人 原本一直在加码工作嘛 那他很常在线上 现在变成尸体店面 回到去尸体的 所以今天想要分享就是 既然有一部分人已经回到了线下 那这时候线上还是能做嘛 其实我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线上绝对是一定是未来的趋势的 你也避免不了 你也逃避不了 那因为疫情真的是快速的把我们 全世界的消费习惯 原本是线下 有一部分在线下 有一部分在线上 而疫情这一年的改变哦 有很多已经跑到线上了 那跑到线上 你觉得他们会跑到线下吗 有可能会 可是大部分一定会 一定会把线上的会维持住 有一些会选择把线下关掉 一直在线上 有一些可能会两边跑 那绝对不会有人 会把线上关掉 然后只做线下 为什么 你想想看哦 如果我住在吉隆坡这里 那吉隆坡的人口有多少 我觉得不算多 那如果我今天能把我的一个企业 从吉隆坡变成全马来西亚 你觉得市场会多吗 会大吗 肯定会变得更大 因为整个马来西亚突然间 我的人口数变得更多 所以人口数变得更多 我们以机率论来说 我的成交的转换率低了一点也没关系 只是因为我市场的人口数变大 所以需要我的产品的人会变得更多 数据量会更大 所以这时候我销售应该会更多 过去我可能卖一千 现在我可以卖一万 十万百万都可能有机会 那如果再从马来西亚变到全世界呢 那这时候 那个小手是更加的可观 所以 线上最大的优势就是 它没有地理限制 除非你的服务是非常有局限的 可能说你是按摩 实体按摩的服务等等 你就比较有 地区性的一个限制 那这个就无法避免 如果你是做产品的 你是卖一些产品啊 护肤品啊等等 只要你是产品的 你东西是没有时间限制 然后又可以运输到全世界各地 没有一些禁品 微禁品等等 那全世界的市场就是你的市场 所以 线上绝对是一个不可以避免的一个东西 所以 如果你是还没有真的走到线上 你可能还没有开始去经营你的YouTube 社交媒体等等 那我觉得你可以考虑一下 找一个时间 去找专业的人士 去问他们为什么要做线上等等 原因是 我在前几天在做一些 我的公司的一些表演的时候 我发现到其实 现在 每个人 那是一月份的报告 每个人 在用手机的时候 大概每天会用四小时多 那有两小时二十五分钟 是使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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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手机 那 他们是使用社交媒体平台 是社交媒体平台 那 我们讲 如果是做品牌去调查的 OK brand research 我们叫brand research 我们 随着年龄成 越老的话 我们越喜欢去用Google 就是我们主动去搜索 我们通过Google去找嘛 或者说收索的人去找 那 当越年轻的消费族群的时候 他们是透过社交媒体平台去找 OK 所以 越老的话 越喜欢用Google那些去找 Google YouTube去找 那 越年轻的 越喜欢去用Facebook Instagram TikTok WhatsApp 等等去找 品牌 OK 所以 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 不管是老人 年轻人 他们都喜欢 透过这些不同的管道去找 品牌 所以 如果你的品牌 没有在这些 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Google 等等出现的话 朋友 可能是他们找不到 他们只能去实体店找 可是现在因为疫情 所以实体店 我们已经 已经不太去实体店了 因为也危险了 所以我们都是会在很多平台 滑滑滑去找 那 有了喜欢的就购买 所以你今天产品没有出现在这些平台 或者没有在线上 那别人找不到你 别人就不会给你购买 这是非常现实的 OK 那如果找到你 可是只找到你一些些的一些资讯 他们觉得不够完善 那他们也可能会把你讨判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点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 所以 线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可以市场做大 而且现在 消费习惯就不一样 我们都是用手机去找平台 OK 不是去实体店去看 所以 消费心态变了 所以这个你是要去留意的 OK 那 第三点就是 你看 线下 你要不要做一门生意 一开始你花的钱是多大 200千、300千 开一个实体店面 然后 再加上你要买货等等 你可能花了 500千、600千 就才能开始这个营业 那线上呢 没有很便宜啊 你可能十千、二十千 做了一个网站 请了一个专业的人 你帮你去 打造你的网页等等 你就可以开始做了 所以你只需要买货、拿货 然后 可能没有销售额 你就 去投放一些广告 吸引人来 你的实体店 你的网页 然后开始去销售 所以 你的成本 是很便宜 所以 现在很多人都开始 尤其是 你越年轻的 我身边的 有至少一半以上 都开始有一个 线上的生意 或者说 开始已经有一个 线上的一个 part time 或者原本就是 你full time 他们已经转型了 原因是 线上完全是 可以让很多 没有很大的资金的 一些创业家 或者说想要 创业的人 或者说想要尝试尝试 做一些sales的人 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它便宜 你又不需要有实体 动 实体店面去修别人等等 然后大家就可以进入市场 所以 你还没有进 而这些年轻人 这些敢创业的人 或者说 开始去接触 越早接触 网上的人 他一进去 他把这个市场 占的 那个比例占的越大 但你想要进去的时候 你的竞争率就很大了 你要跟他们去比 因为线上 你所拥有的客户 跟线上所拥有的客户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因为线上你一找 可能就几百个跳出来 那未来一定是几千几万个 所以好的 谁抢了整个市场率 就会决定你未来的销售 这一点是你需要去思考的 那抢了三点 线上的好处 当然线上也有很多好处 第一个 就是 你很容易被人家抄袭 这是你完全不可避免的 只要你有一个很独特的东西 你一上去 那别人觉得你这个东西有买点 别人就会抄 别人就会copy OK 所以 你唯一能解决的就是 你要一直不断不断的 把自己的能力提升 那把你的产品的服务等等提升上去 让别人在抄袭的过程中 也打破你 这是你唯一能做的东西 OK 那第二点呢 就是 既然讲得那么好 那除了被抄袭以外 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会失败 很直接的 原因是 你花的钱不够多 你看 线下 你一烧就烧两百千三百千 而 两百千三百千 很多人是用借的 用租的 跟家人借 跟银行借等等 所以你已经是抱着一个 我今天不成功 我就不回家的心态 可是现在呢 现在很多人可以开始 很简单的去进入整个网络市场 所以有很多人觉得 我就试试看嘛 所以 你抱着这个心态 是我要试试看 而已 而你不是觉得 我今天就一定要成功 你不是抱着这个心态 你是抱着 我试试看就好了 所以 相对之下 你所付出的努力 不是全力的 OK 别人以前 是付出两百三百倍 去把他 线下实体见面 做出来 而现在呢 我们是觉得 我就做五十六十就好 反正 我少了一点点钱 打了一点广告 不成功就算了 那我再尝试其他的 所以 你看你一开始 你的心态就错了 所以当然 线上的竞争力是非常大的 而你还抱着这 这种心态 我就试试看就好了 所以你不会 用你权利以赴去做 当然你也不可能 会竞争过那些权利以赴 在线上走的人 OK 所以这个是 这两点 是 你需要去注意的 就是你要走到线上 你要去注意的这个 心态 还有 还有 你要一直去让自己进步 不然 别人会很会吵起你 那你就会失去了 你人本的优势 OK 那 今天的分享 就到这里 那就是主要是 告诉大家 其实线上真的很重要 大家可以 如果你还没进入的话 赶快进入 OK 那 我是浩德 那我是 老板老板上班 老板老板上科的创办人 OK 那我 有另一个YouTube频道 那里面是分享 如何去做市场媒体品牌 那有兴趣的话 可以在下面去点击 去 去学习 学习 OK 那我们在 下一集 下个礼拜再见 拜拜 拜拜